大家好 我是新人的張毅 請多多指揚 歡迎張毅 第一個問題 我們張毅在旅日多年 在今年決定加入中華職棒 回到我們台灣的賽場上 那在今天順利的加盟和將 又會跟大家分享此時時刻的心情 非常地興奮 很期待能站上投手球 掌聲歡迎張毅 等你上到投手球 我們一定全場一起幫你大聲加油 再來再來 在我們其實已經看到已經登陸 並且上一軍了 那加入球隊之後 已經被所有人期待 是我們極戰力的角色 要來幫忙看一下 那張毅自己有沒有給自己 設下今年的一個什麼目標或期許呢 跟大家分享 目標是沒有 只是把每天該做的事情做好 把我們最好的表現 表現給大家看 對 掌聲送給張毅 張毅全力以赴之外 我們也在舞台上 一起全力的為張毅加油 再一次掌聲歡迎 張毅加盟富邦漢獎 富邦漢獎 富邦漢獎 富邦漢獎十三日宣佈 宇季中選秀 回第二輪指名選手 張毅完成簽約 十三日賽前 張毅在家人的陪同下 進行加盟儀式 正式傳上漢獎十九號球衣 以2.5年 總值一錢三百一十四萬元的 合約條件 加盟富邦漢獎 對於合約數字 張毅笑說 至少有收入就好 之後再努力 今年三十歲的張毅 是一名又投手 國中畢業後 前往日本就讀就學發展 在日本完成大學學業後 以野手身份 投入日職選秀獲的 歐利是猛牛的育成指名 其間氣打從頭 在2019年升格正式球員 張毅在2019年代表台灣 參加十二強賽一戰成名 在預賽對委內瑞拉 副賽對韓國隊先發 合計時三點二局無失分 拿下二勝 成為台灣擊敗韓國的大功臣 還一舉奪下防禦綠王 勝綠王和明星隊先發 投手三大獎 是十二強史上第一人 根據富邦球團表示 由於尊重選手個人意願 因此不會特別公布合約細節 在並且提供參加 企業最新一議員 並且至於參加 緣 Beer 成功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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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貿易